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得以被释放 而被验查出问题的十一名新四军 则被敌人们用绳索串捆在一起 被对方拉到附近的贪图荒地之处并排站立 随后 日军架起的机枪 枪口旋即喷射出罪恶的焰火 心有余悸的人们刚走不远 便听见不远处响起的那阵枪响 所有人的眼中都不由闪现着浓烈的悲愤 严金生攥紧了拳头 拧着眉 眼中冒火地回到了家中 当晚 严金生躺在床上 怎么也睡不着 自打日军的清香开始之后 朕无事容 道路行人断绝 老百姓的死活 完全不由自身做主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 实在是过得够够的了 当天 被日军处决的几名新四军当中 就有跟着严金生一起在孙家祠堂游房内干活的小伙计 那名伙计老实憨厚 甭说用枪了 平日里让他拿枪 他都是不敢拿的 怎么手上有茧子 就成了新四军了 干活人家 谁手上没有老茧 严金生为那名小伙计痛惜的同时 心里也在暗涌着一股难以压制的愤慨 脑海中 一个莫名的念头 涌起 跟他们拼了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严金生起来的大枣 背起这几天准备好的木匠工具 斧头 锯子 枣子 豹子 墨斗等 一副木匠师傅的打扮 挤进了赶枣式的人群当中 严金生走在路上 不断地看着周边的情况 却始终没有发现日军士兵的踪迹 就这样 严金生跟着人群 信不得过了西星桥 二干河南横套交叉点的套闸处 才走了两步 他的毛子便不由地猛然一缩 来了 只见两名背跨长枪的鬼子兵 正站在巷门处 挑着路边摊贩的水果 严金生不着声色地慢慢靠了过去 带走到对方临近三五步的时候 严金生悄悄抽出了斧子 猛地扑了过去 啊 严金生大喝一声 羊斧猛劈过去 一斧子便将站在左边的那名鬼子兵 劈了个脑袋开花 旁边那名日军 显然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懵了 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 严金生见状 接着飞起一脚便将对方踢翻在地 随后 严金生抢下两人的步枪 转身便拔腿而去了 被踢倒的鬼子兵回过神后 一咕噜爬起来 从身上摸出哨子 死命地吹了起来 一时间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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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紧的哨声响遍了附近 当天 路院据点的日军悉数出动 四下搜查 闹腾了整整一天 却最终没有找到严金生的下落 严金生抚劈了鬼子兵后 自然不敢回到先前的新庄港住处 在朋友的帮助之下 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然而 外面的风声虽然看起来 越来越平静了 但私下里 敌尾的侦察 却越来越紧密地进行着 半个月后 敌人终于侦察到了严金生的隐蔽处所 围田里前家仓房 当晚 一队日伪军便趁着夜色 悄悄包围了前家仓房 破门而入之后 敌人们将库房翻寻了个遍 却没有发现严金生的踪迹 只是在床边发现了一双拖鞋 为首的头目估计 他们要找的严金生 应该还在附近 随即众人扩大了搜查范围 出了仓房门后 外面不远处 有一个大荷塘 众人砍了根长竹竿 削尖了竹竿的头部 然后沿着荷塘边上 一寸寸地乱朔着 绕着荷塘转了大半圈 一名日伪军突然大叫起来 你们快来看 只见焦白丛中 泛起了一抹烟红的血水 丝丝缕缕的扩散开来 随后 受伤的严金生 便被一众敌人从水中拖了出来 五花大榜之后 连夜压到了东来镇日伪军的驻扎地 当晚 浑身泥沙的严金生 被敌人施以重刑 气息掩掩 两只眼睛半开半合 眼看着是活不成了 见严刑拷问 也问不出什么名堂 气急败坏的敌人们 便将严金生紧闭在地下室内 准备第二天天一亮 便将支拉到陆院 去枪毙 夜深人静 躺在冰凉地下室内的严金生 挣扎着支起了身 此时的他 眼中已经退去了冰死的迷惘 刚才在刑讯室内 他是故意示弱 为的就是麻痹敌人 伺机寻找脱身凉机 被关进地下室前 他已听到看守们的对话 明天一早就要被枪毙 此时如果不想法脱身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冒死一搏 严金生环顾四周 在黑暗中摸索起来 没多久 他便摸到一枚四寸长的铁钉 这铁钉没有砸实 半截录在外面 严金生钻紧铁钉 将其慢慢抽拉了出来 随后 严金生便用这枚铁钉 顺着网口大小的窗口 不停地挖掘着 暗夜之中 严金生一面挖着墙 一面竖起耳朵 仔细倾听外面的情况 只要有一丝动静 他就得赶紧停下来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才敢继续挖掘 到了下半夜之后 总算是挖出了一个 勉强可以通过的小洞 严金生顺着洞口 憋着吸气 艰难地钻了出去 然而 当他钻出去之后 眼前的景象 让他头皮有些发麻 只见十来名鬼子兵 正在外面的狼眼底下 靠墙坐着睡觉 一语憨声连连 这一关怎么过 但凡有一丝动静 被任何一个人 发觉的话 那就是前功尽弃了 但此时 也容不得多想了 严金生随机俯下身 匍匐蛇行 轻轻跨过几个敌人的身体 然后翘无声息地 溜出了院门 出了院门之后 严金生把腿就跑 最终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在那烽火狼烟的岁月里 有无数草根英雄 他们在灰暗之际奋起 却最终效应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些隐匿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故事 虽然鲜为人知 却依然是当年那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画卷之中 不可或缺的一角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